杨米,刘凯威女儿终于长大了,没想到她现在居然变成这样,让两人婚姻再次引发讨论,银王有吃惊。 杨米,刘凯威女儿终于长大了,没想到她现在居然变成这样,让两人婚姻再次引发讨论,银王有吃惊。 杨米近期主演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气居高不下,不过外界除了关心她的作品之外,似乎更关注家庭生活。 身为公众人物,从出道以来身边就围绕各种话题,与老公刘凯威仙少互动的婚姻更多次引发讨论,不过她面对舆论有自己的应对方式,你们怎么说我没关系,别去说我家人。 早前,杨米主演的仙下大剧《古剑集团》热映,深受光大观众的好评,如今上映的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平级精湛的影迹,深受光大观众喜欢与追捧。 最近,有记者拍到,杨米在机场的照片,照片中的杨米一直在拨打电话,疑似在与女儿小糯米通电话。 说到杨米与刘凯威的女儿,小糯米,大家可否还记得她小时候的模样啊? 当时有媒体甚至报道,这位小糯米长得不像杨米,也不像刘凯威,反而像刘丹。 那么,小编,FB,新闻去世报报看,这就带大家去看看现在的小糯米究竟变成怎样了。 杨米早前回港与儿子刘凯威和孙女小糯米团聚过农历新年,刘丹回应小糯米每晚都会透过视频与父母见面,但最开心的还是见到爸爸,似乎暗示孙女比较年儿子刘凯威。 她又透露孙女小糯米已开始上学前班,与同学相处得很好,而且小糯米似乎很有表演天分,如果跟她说伤心,就会马上免出伤心的样子。 小糯米上幼儿园。 如今的小糯米已经开始上学了。 日前,刘凯威带小糯米上幼儿园时的照片竟被媒体拍下。 中国媒体都有往小糯米的脸上打了马赛克,但香港媒体则直接曝光小糯米的样子,相信杨幂刘凯威应该会不满吧? 小糯米的可爱小模样曝光了,萌萌哒,皮肤超级白,长大后不知道又要离到多少男生哦? 刘凯威不仅是帅爸爸还是好爸爸看见小糯米的样子后,大批媒体都称小糯米脸型像杨幂。 五官向刘凯威。 杨幂小时候照片被挖出。 看了小糯米的样子后,媒体甚至还挖出杨幂小时候的照片。 从小糯米的照片上看,还是隐约能看到杨幂的样子的。 并且人如其名,长得白白嫩嫩,看上去就像一个糯米团子,想咬一口,长大了一定会很漂亮。 杨幂从初到到现在确实有些变化。 现在的她更精致一些,跟以前貌似有很大不同。 不过从她小时候的照片看,变化似乎也不大。 但妆的时候和小时候相比,更是差别不大。 前几年的大秘密团有些吐气,也不太会打扮。 而现在的她已经是时尚达人,妆容更精致了。 看了这几组照片,更加觉得秘密还是以前的她。 有了婚姻的滋润,又有了幸福的家庭,大秘密的气色也比其更好了,怪不得大家都觉得她变化。 欢迎投稿,爆料或者吐槽,加入我们群组我要爆料,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。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,帮你编辑成为文章,发布到我们网站。